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,张靖兰奎为四年推出第二本写真集蓝色花样,日前他上17直播节目去你的娱乐,接受小鬼,还玉芬访问。 张靖兰在写真书中展现娇好身材,尺度之大令小鬼惊呼,张靖兰你爸有没有看啊,有没有说什么? 他说,我爸有看,我爸习惯了,我在家其实只穿一条内裤张靖兰笑喊家中有两个妹妹,仿佛女生宿舍,小时候三个姊妹的房间都在二楼,爸爸有时都不敢上楼,要上楼拿东西前还会先喊个声,以免看到不该看的,我爸会说我要上楼罗,给我们时间穿衣服, 还会大声预告说我上第一个阶梯了,我现在上第二个阶梯了,好了没? 两位主持人笑说,你家楼梯可以换成那种踩了会响的钢琴阶梯。 他先前推出写真书,找来飞闻南流小玉站台,甜喊不排除闪婚可能,但日前他参加昆达,柯家宴婚礼却不接碰花,似乎还是没有想婚念头。 对此他表示,因为现场有很多好朋友。 至于约会地点,他修认在电影院约会一定会牵手,一定会搂一下,勾一下什么的,可是要是遇到好看的电影,就千万不要亲我。 我觉得看电影当下就是要享受看电影,先不会回家再亲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